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睇星期五早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一连三日的重阳节假期就来了 大家都会很关心 热带气旋艾利对我们的影响 先提醒大家 一号戒备信号 现在仍然在生效 从大气氛围的卫星困团可以见到 在南海北部这个云团 就是热带风暴艾利 上午7点的时候 艾利是集的香港的东南 大概是320公里 我们预料艾利就会向西移动 时速大概是8公里 横过南海北部 并且逐渐增强 大家留意艾利的环流 就是比较小小 预计未来这一两天 它的移动仍然都会比较缓慢 如果看回预测路径 就可以见到 艾利今天来说仍然都会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 我们预计日间改发3号强风讯号的机会 就是比较低的 不过大家要留意 因为有一股东北季后风 就会在未来这一两天影响华南 所以艾利的移动路径和强度的变化 依然存在着一些变数 我们预计未来这一两天 艾利都会在南海北部陪回家 至于今天的天气变化方面 如果看回雷达图像 就可以见到 其实都有一些零碎的雨区 影响着主干后一带 我们预计今天稍后的时间 尤其是可能会有些狂风骤雨 接着我们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会是短暂时间的阳光 稍后会有几阵的狂风骤雨 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 风方面会吹和湾的北至冬北风 而离岸的风势会间中清净 展望方面 我们预计在周末和重阳节假期 风势会比较大 以及会有几阵雨 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安排了重阳节期间 去拜山或其他户外活动的话 记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